圣诞节也意味着购物季 不少人都会借这个机会给自己添置美衣 秘鲁的宠物主人可没有只想着自己 而是想着自己的爱犬 日前呢 秘鲁首都立马举行了一场宠物时装秀 打扮得花枝招展的狗狗们轮流登台争起斗艳 这场宠物时装秀选在秘鲁首都立马举行 是秘鲁举办的首届宠物时装秀 吸引了众多主人带着爱犬参加 为了让狗狗出奇至圣 主人们可谓绞尽脑汁 有的狗狗身穿红绿相间的服装 模仿圣诞小精灵的造型 有的身穿纱裙 好似骄傲的小公主 还有的狗狗被主人包装成一个活动的礼物 看上去非常滑稽 这场时装秀吸引了大约500名观众 在这么多人面前亮相 不少狗狗难免紧张 瞧这只狗狗穿上鞋子连路都不会走了 宠物时装秀 一是为了让狗狗和主人共享圣诞节的欢乐氛围 二是为了呼吁人们坐有责任的主人 对爱犬不离不弃 同时也为了倡导人们 在圣诞节期间减少燃放焰火 因为每年都有不少宠物犬被焰火惊吓 而和主人走散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